我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录制这个萨摩 视频啊然后首先呢大家收到有一个这样的底座 请不要扔掉这是我们的工作底座 然后针在侧面要拿的时候把针油四插干净啊 简单弄脏我们的作品尤其这个萨摩 它是雪白雪白的然后这个就垫在下面做 然后大家如果家里有这种海绵垫 不要扔也可以收集起来当底座用啊 然后我这边是用自己常用的毛刷底座 因为我做的比较多就不怎么用这个 因为这个它其实用过几次之后就会损耗掉了 那我们先就直接开始 材料包当中呢是配送了这样子松软的一撮打底毛 还有这个这样条状的细腻的毛 细腻的毛我们现在用不到放到旁边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眼睛鼻子舌头 都是我们手工做的舌头 然后也放在旁边啊浇水啊之类的 现在用不到 现在我们开始先打底 那我们拿出这样一大撮的毛啊 大概做一个五乘五 就多一点点五点五五到五点五之间一个圆啊 那我们就先来铺成这样一个圆 大家可以把这两根针拿在一起啊 或者是大家有这种工具的话 就这种工具会快一点打底的时候啊 然后先铺上大概做一个五乘五 然后厚度是一厘米左右 一到一点五也行 这样子啊 反正不能低低一厘米的这个骨钩 总慢慢的扎 一个圆饼 先扎一个圆饼 边缘这样瘦一点啊 大概这样子 宽度是在五到五点五之间啊 太大的话这个骨比例也是会特别大 五的样子其实就够了 因为我们到时候会越挫越大 往外面加毛 先挫个五左右吧 就是千万不能再超过五点五了 我这边使用这个平时是我常用的 因为经常搓毛毡或者是很感兴趣的话 就是建议推荐工具买一几点 先把这个圆饼搓好 圆饼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打底部分 我们这个饼差不多张成这种程度啊 然后给大家说个这样捋一捋压一压 这样子啊 一点点椭圆也没关系 然后随便拿一个什么笔吧 然后这样这样子十字架 笔画一下啊 它这个狗狗 狗狗的眼睛呢 是在这个中线偏上一点的位置 我们差不多找一个这样中线 压一下稍微找一个腿一点的 我拿这个明显一点的笔给大家画 反正一会儿要盖掉的问题不大 差不多一个中线的位置 这样子 然后狗狗呢 是在那个中线偏上一点的眼睛 是这样子的位置 这边差不多是它那个鼻子嘴巴 当然是长出来的 那么现在先是把它眼睛先装上定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时间的往回搓 搓出一个明显的洞就好了 这样比较明显的一个洞 两边相对要对称一点 然后拿这个胶水 把这个眼睛这个洞呢 比较在坑 坑大点 差不多这个眼睛可以欠进去 不要太小 就搓出一个坑来 然后大家配的是这种小胶水啊 我制品有点用完了 用了好多次 它虽然比较稠 但是很粘 可以直接挤出来 或者是用个东西它挑出来一点 没浇水了 用这个大的吧 这眼珠子先给它安装上 两边都放到坑里面去 摁一下 摁它个十几秒 让它固定一下 先让它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来做狗的下巴 狗不是下巴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吗 一个上面的跟鼻子连接 还有它这个下巴 它的嘴是这样的 拿出一坨 然后差不多这种形状 一个 然后通常我观察下来 它的上上嘴唇 会比下面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上额这个地方 比下面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具体要看不同品种的狗 那么目前这只是这样子的 就做一个这样子长一点的一个 像三角形一样 但是它头不是像一样圆一点的 然后也有一滴的厚度 至少要给它做到0.5 0.6这样一上的一个 一个厚度啊 稍微扎结实一点 那还太软了 就用这种方法一直扎 然后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中难 中难度等级的啊 上片高的如果十分质的话 我觉得它是有七分难度的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点点功底去做 这样就不停的扎到它粘化为止啊 什么是粘化 这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用手轻轻去拽它 它不掉毛这种程度啊 这种松软的程度是不算的啊 你不停的扎扎 你感受它 它已经变成一块了 然后你拽它 它不掉毛 才可以在上面直毛 然后你要跟你这个饼 去比较它的嘴的比例啊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画兔子根本是没有用的 画兔子只适合那种平面的小东西 看一下 一个狗狗的比例差不多是 要做到你大拇指 大拇指这个宽度差不多 做它这个嘴啊 然后它是这样的 这边是尖一点啊 越越大这个形状的 然后这边也是会越来越厚 常常包包到厚厚 所以它后面的地方 我们还得再加厚一点 这小狗饼先放在旁边 做猫会做猫饼 做狗会做狗饼 就是一个打底的一个 它的那个胚 这个我想做它的下颚 下嘴唇这个地方 然后对称的呢 我们再 这里厚一点 这种小洞 我其实觉得做胖一点 没关系 更可爱一点 糊涂糊涂 相对应的比例上 可以比它实际胖一点点 那基本上这个粘化程度也差不多了 然后用单针去修一下它的细节 这个有点凹进去的是它的下颚 然后我们再给它做一个上颚 上面上面的上面再结实一点 我可以选择用这种方法去做它 这样绕的就更紧实一点 虾鹅不是它放舌头放什么 这样是空着的嘛 然后上面它那是这样子 更实一点 那我们也给它绕一个 也是这样子 上面小 下面大 然后连接到脸上 再生了 再生了 那么 这个 它是 还有 那个 那么 我们 说 你 我 我们 然后这个头子大家要做的结实点这个圆头的地方 因为要做鼻子去给它粘上去 到时候会织毛就这个地方 这个头头的地方 多扎一会儿 然后多放点毛 扎的结实点捏紧一点 就狗在没吃毛之前都还挺丑的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一块儿都还挺好 就这样子就行了 直接来到这个头子 这个头子都还挺好的 就这样子就好 就这样子就好了 就可以放下了 就这样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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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怎么说大概两三公分长度吧 这个上面啊 三公分左右是要的 大家反正先做短一点问题 不大单单可以加长一点也行 到时候可以剪 这个具体还是要安装在你这个狗狗上面 每个狗长得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差不多这头是 搓硬实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给它装上 这样子上个稍微这样顿一点点 大一点的上面比起来 搓搓实 因为之后还会直毛在上面 那么从这边把它搓上 这边有多的再拔掉一点 把眼睛连接的 它弄得松一点 都在这个位置 把它先装上 这边搓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弄到眼睛 眼珠搓花掉了 可以沿着这个珠子旁边这样搓 这么叹了一口气 搓搓搓搓搓搓的还是慢的 不会很快 眼珠可以靠近一点 眼珠在它没捏死之前 大家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怕是你做的过程发现不对了 也可以拽出来 把它重新调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要往里面的近一点 有点歪做的 就这样大家两边空的距离是差不多的 这样弄点浇水 靠近 这样子就这两头空的距离是差不多 看一下 然后再把它这里该补的补啊 两边的手感啊大小都是应该相对对称的 因为我这边其实也是接到了一只客人定制的沙漠 然后他那个沙漠的嘴是比较长的 那两天刚好他就拿这只给大家录制成教材啊 然后这样子在下面来接上 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脸型上面稍微调整一下啊 这边连接一下 就你去看很多博主很多那个就是网上他们做的那种小视频都是从一只很丑的一类变成一只丰满饱满的宠物 都是这样一针一针搓出来的 这个现在他空着到时候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个胸腔的地方 一会会连上的先给他暂时粘到嘴上啊 那这样子呢我们先给他鼻子再修整一下 他这个是相对长一点 修得圆润一点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他脸型再修整一点了啊 就感觉他这边其实还是不够一点的 再往上面贴一点 这样子贴上一点 让他织毛好直一点尤其是边缘的地方 这边就是做的结实一点 因为他是边缘的地方你要织毛 如果你做的特别薄的一点点 织上去的毛也很没劲 就是他修的结实一点毛 就是薄多一点但是搓的硬一点 应该叫硬一点 这边再包上 大家就把边缘先修一修 我修得结实一点先 因为马上我们要开始做他的那个眼皮子 还有直毛了啊 那我们差不多做到这种程度啊 这边也补得稍微厚实一点 就是这个边缘要硬实一点 不要太软了 那这样子搓实一点弄一点毛啊 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上眼皮子 他的眼睛其实都是有一层眼皮包在那边的 做眼皮的时候我们取这样一小搓 给他这样折一下拉成长条 然后稍微固定一下啊 稍微固定一下就好了 然后就沿这个眼周围 给他摁上去一个弧形啊 这只狗狗跟样品的有一点不一样 我接的这只呢 他的眼睛稍微小一点 然后我这个呢 也是给另外的顾客 他这个眼睛又大了 这可能不同狗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跟人一样眼皮啊 眼睛大小 这个眼皮子基本上是包了一点点 你不包眼皮 他那眼睛特别包包出来 突出来 然后下眼皮呢 也这样子弄一点 稍微包一下 两边是同样的方法 然后做的时候相对对称一点 就你取毛毛量什么都差不多 做出来的可能会对称一点啊 然后这边呢 他还有一个咬鸡 就是我们人就是咬鸡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给他贴一点 这个肌肉走势 从嘴这边衔接到脸这里的 贴上一小撮 再加一点 就塞方子这边 仔细看 它是这个地方啊 要接着 这支 这支萨摩 它嘴特别长 就是这张图片 看得清楚一点 就这两边 给它做上一点 像这种 我们单针也很好用 这边呢 也要适当的加上一点 就这样子把眼皮跟咬鸡都做上 然后基本上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两块 这两块也要对称一点 就不停的调整 调到它相对称为真 这边大了 这边少了 那我就这边再 少量多次的去加糖 这边再加一点点 这边 这边眼皮 另外一支眼皮也不要忘记 然后坐上啊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可以把它的鼻子先粘上去了 整个位置定上 用浇水 浇住鼻子这里啊 这样浇一点 然后 定鼻子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啊 这样搓一个小小颗 有一点凹陷进去的 一个倒三角形的小颗 这样子 然后把鼻子捏上去 捏完之后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始织毛了 先固定一下啊 差不多到这种程度了 它们鼻子掰一摆 掰到这样朝上啊 然后这里有个空隙的话 一会记住给它填回去 用这种打底毛 这样有空隙的话就 先填回去一点点 用扎这种地方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不要扎到那个很硬的塑料 慢一点 你看它边扎 不要扎断针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底配 稍微修整一下 该加的加该弄的弄啊 这边 差不多这边 咬肌这边也差不多了 该贴的贴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它的耳朵 先把耳朵做好啊 这边做这支 耳朵 是拿这个好一点的那个毛过来 中厚度差不多了 然后稍微压一下 给它整理出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一折就折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然后压制的时候反复这样翻几下 好像这样子啊 差不多这样子我们再用 针把边缘修一下 如果感觉它不够厚的话 可以在这样子横着方向薄薄的再铺一层啊 然后姐妹们是用 大家是用这个两根针曲会比较快点 捏在一起 单根会比较慢 就这样慢慢扎 然后我这边是用这种针筒会快一点 一下不够厚 就这样薄薄的铺上一层 也让它这个形状去铺它 差不多这种三角形 粘化的OK的三角形 再配这种粉红色的毛 我们给它包包的铺上一层啊 铺上一层啊 基本上这样也可以 它有一点叙叙也不要紧啊 让我们先给耳朵给它装上 这样一片靠前面一点 在眼睛上面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先转也可以晚一点转 我是习惯先先装上去吧 好这片是朝后面 一前一后 这样子 这只装好了 然后固定一下 这样子 同样的方法做出两只啊 这个毛碎被我剪掉了 一样的这里 还是留一点小毛碎比较好 粘合的会更牢固一点 然后这边这样装上 那我们再给狗狗补一点额头啊 它的额头是这样子 有点凸出来的 我们给它这样补上一点 加一点额头 这种情况差不多可以开始织猫了啊 把它眼睛这样子 这只狗狗它的眼睛 我做的这只狗狗 它眼皮包的多一点 大家如果眼睛 像要大一点 就眼皮包的少一点啊 这只狗狗呢 它是两个眼距比较近的 然后眼皮包的多一点 它之前相对的在修一修到平整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织猫 好现在织猫啊 织猫呢是用这个猫 用这种长的松软的 拿出这样一小撮 大家剪一下也没关系啊 或者给它剪成这样 4公分左右吧 3.5到4公分这样一段啊 先4公分左右 先长一点吧 就这样子从这边开始 我们从头顶 这个方向 给它画一下 这样一拍 一拍一拍一拍 差不多直到这边挺一点 下面它这个是短毛的 我们就搓上去就好了 长毛的我们用直直毛的方法 短毛就平平平面搓上去啊 然后这样子也不需要太多 这样一拍 你看这个边啊 在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这样子 就这样 在一条线上来回的扎 至少要走两到三个来回啊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这边再稍微固定几针 这样一拍直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先剪一点出来吧 剪一小撮出来 差不多长的就可以了 四左右 方法都是这样子啊 要找到它的毛流方向 然后这个不要插太多啊 0.3的样子就可以了 0.3厘米的样子啊 有续的一拍一拍直上去 这样来回不停的搓塌一样 这个线 扎进去之后能稍微固定一下 先把这一圈啊 咱们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方法就这样子啊 然后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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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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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周都给它直上 然后嘴那边呢是短毛的处理方法 我们先把这四周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咬记脸这里这个位置 都给它直上啊 耐心一点直上 我给大家再一眼试两圈啊 方法都是一样的 动作也是重复的 每个距离0.3左右 这样子一个来回 再走一个来回 一定要走到两三两三个啊 不让它不牢的 然后大家最好是 有购买那个小毛刷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毛刷的话 就用手这样去剥一下它啊 把这些扶毛给它剥掉 就是有这种小毛刷买一把 也是很OK的 直毛常用的 不用的话用手也行啊 如果想长期做毛粘的话 可以买一把这种 买一对吧 一对可以毁毛 店里是有瘦的这种小毛刷 一对也就十块钱的样子 十块不到 然后我们就种 不要太多啊 直毛的时候毛是这样一层 不要这样一搓很厚 这样它捋一下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弄齐一点 差不多在中间的位置 就要耐心一点先直完啊 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而且要耐心一点 就这样一拍一拍一拍 留住中间这个位置 差不多啊 谢谢大家 很高兴 谢谢啊 谢谢啊